妳有跟妳們大概交往多久之後 整個有改變的感覺 我們分手的前一次那一次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中間就已經有變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其實對他很失望 然後直到分手的時候 我回頭去想這些過去我就覺得 就是畢竟他還是有做出一些付出 一開始的 當然追求妳會跟妳說很多好聽的話 然後他也有盡力去做 然後才追到我 可是後來會覺得妳在一起之後 會覺得為什麼男生總是會 男生天生就是會出線條 會不小心失掉什麼東西 所以我只是覺得他其實 是 就是 怎麼樣 要哭了是不是 我也不會這樣 妳對他到底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我們已經看不太出來 對 對啊 我不知道 1歲 不是... 不要再練習 不要再練習嗎等一下 這個要請 陶老師 妳覺得低對的狀況還OK嗎 對啊 妳其實怎麼會這麼奇怪 沒有 我覺得其實 看了他們三個拿出這個版你知道嗎 昨天又有廣播Call in 有一個男生就講說 我以前交一個女朋友啊 他脾氣很怪喔 他點的套餐 應該要那個水煮蛋來荷包蛋 他就賭氣一個半小時 坐在那裡生氣不吃 然後最後把那個餐盤上去摔 我問你們幾歲啊 他說20歲 我說 對啦 我20歲的時候也會這樣無聊 一生氣之後 妳剛剛為什麼怎樣怎樣 哼 然後我也看過情侶就在路邊 那個機車已經發動 然後兩個就站在那邊這樣對峙 有... 對啊 好多地方都有這些情侶 對 然後我好想走過去 把那些時間弄掉說 不是 真的 那個就是那種 二十幾歲會發生的情緒 或是會做的夢 所以我只能說 你們要珍惜現在喔 你們人生只有這一段 在演瓊瑤的戲啦 接下來等你出社會之後 你就知道有多少壓力了 然後你就 女生也會慢慢成熟 也不會去要求那種 哼 為什麼吃到一分二十秒 你就不會去再乎這種事了 慢慢的你就知道說 兩個人相處應該怎麼成熟 所以現在看他們這三張紙 我都覺得好可愛喔 很像當時那種青春戀愛的感覺 那當然也不好意思說 就是其實以後這張紙 你們真的很帶重 趕來上節目 上節目 對啊 兩年後再看這個的話 你們自己就會知道 那個成熟度有變就會有差異 而且你放心 兩年以後 我們一定會重播 對 好 寄個DVD給你們啦 好不好 那這個 小花跟這個玉瑄 多久以後你覺得說她有感覺 男生有變 因為我覺得有兩個階段 因為我跟他們一樣也是有 中間有分開過一小段時間 然後後來和好之後 她是真的有做到我 希望她改變的地方 對 因為畢竟我們一個是工作 她是學生 會有一些落差 接下來那個小草 妳覺得套套有改變 應該是脾氣吧 她比較像 她比較成熟我覺得 她就是很愛碎唸 很多事情就很愛碎唸 我有一點 對 一開始有一點受不了 交往多久之後 開始變得會碎唸 還是一開始就會碎唸 一開始就會碎唸 所以一開始很誠懇嗎 對 可是後來就是在一起 所以她可能會 宇宙星常常跟我講說 妳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到最後是不耐煩了 就是就開始碎唸 那妳有跟她溝通過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唸了 有啊 我會跟她用溝通的方式 跟她講說 欸 我會怎麼樣 但是她應該也會覺得說 妳還是一樣啊 對 可能懶惰吧 我比較懶惰 她就會受不了我懶惰這一塊 但小草也可以找一個 比她更會唸的人來唸她 她結果咧 結果就她 她爸就是那種會唸她 然後她就是會聽啊 然後耳邊瘋這樣子 對 妳等一下問一下我們的曹老師 就是說通常這種戀愛的情侶 會被怎麼樣的承諾沖昏頭 一定 我跟你講 像他們這種階段一定會講 我的未來的老婆就是妳 妳就是我未來老公 這種一定會講 連幼稚園都會講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告訴我們大家說 其實這句是很有用的 怎麼講 不是 應該是說 在他們這個很浪漫談戀愛的事情 他們一定會脫口而出 而我也相信那一刻是真的 只是未來太難 有太多變數了 像我朋友說跟她的那個愛人非常好 出國讀書絕對不會分手 大概一兩個月就分了 因為未來有太多變數 妳的工作壓力 有要當兵 有的說這個家庭也改變 有什麼事情不一樣 妳到一個工作環境 妳變得很時尚 妳想法不一樣 妳覺得她沒有更新了 那個都會改變 所以享受 不要去想未來 享受現在就好 不是 我們的這個來賓 請問一下大學生 有沒有也跟自己男女朋友講過說 想要結婚啊這些念頭有沒有 圈或差 大飛 你圈嗎 沒有 就是 圈 有時候 沒有... 有時候常常會真的不小心脫口 的出 可是要出來的時候就會說 我們幾... 結... 結渣 沒有 就是 就會知道忽然要出來的時候 就趕快停下來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這個很難講 小龜也打圈 對啊一定是 而且我覺得 一開始我的個性是不婚主義者 可是之後遇到就是我前男友以後 他就是可能 會覺得 真的如果把整個人 託付給他的話 會... 會得到一個很安心的依靠 所以真的結婚是一個瓶頸 這個其實常常給承諾會結婚的 納豆哥也打圈啊 我沒有... 沒有... 你沒有講過嗎 那一個嗎 不太敢講 因為我覺得講了就要做到 你講了應該自己會笑出來 我們還結婚... 對 會心虛 他會心虛 他會心虛 太遠了也是 但是在這邊好像這個 小花你對於未來的規劃 好像甚至已經到非常細節的部分了 對不對 你以為 對 就是我有跟他討論過就是 我們以後生的小孩子 會叫什麼名字 這叫什麼 就是我 因為我很崇拜張宇生 然後我姓張 然後我想說我以後的小孩 要讓他叫張宇生 對 然後我還要叫他跳 就是以後就會有一個叫 張宇生的人 然後會跳街舞 太酷了 他的街舞很厲害 你這樣會不會小孩不怪的時候 你打不下去呢 那就是讓媽媽打 對 讓媽媽打 我是白臉 然後黑臉一定是女方 他們連這個角色都安排好 小孩的名字也取好了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計畫表 怎麼時候要結婚 這個倒是還沒有 但是先想到什麼 先想細節 家具先買好 家具先買好 家具先買 這邊不要問一下這個 我們陶老師 就是說 妳這樣看起來 會不會覺得說大學生給承諾 給得太輕易了還是怎麼樣 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 女生愛聽嘛 然後逼男生講嘛 要不然男生沒事 其實很少會說 好 我只愛你一個 你愛不愛我 我愛你 史丹麗就在前面上 寫了一篇文章說 他最討厭另一半逼他做的事就是 每天都要問 你愛不愛我 你有多愛我 然後呢 再來我們什麼 逼婚 這個也是男生受不了的壓力 然後比如說出去逛街 你要問我說 這個好看嗎 可是我覺得 你顯得這個不好看 那你幹嘛問我 所以我覺得男女之間都 老是有這種落差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有時候想一想就是說 我覺得女生自己 你知道嗎 成功的戀情要怎樣 女生有時候要像男的 蛤 有時候冷一點 不要理他 男生有時候會覺得 他這兩天怎麼都沒有來煩我 酷酷的 然後他又會去煩你 你怎麼了 什麼什麼 如果你一直黏 一直黏 一直黏 男生有時候會煩的 所以那個頻率自己要算好 對… 熱戀之後這個 有沒有因為什麼樣事情 就開始吵架了 因為我們要回歸到現實面 對不對 來 那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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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